如何清除玉帘上的霉斑? 要让你的浴室维持良好卫生状态的话,其中一项你必须要定期清洗的东西就是玉帘。 因为它们总是暴露在湿气当中,有时候还通风不凉,所以那些讨人厌的霉斑常常就会找上门。 问题不只在于霉菌会破坏美观,还可能造成臭味以及产生会影响你的健康的粒子。 好消息是,只要使用一些小技巧和随手可取得的材料,就可以有效地消除霉菌。 今天我们将分享其中最厉害的几招,这样你随时要清玉帘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做,而不需再犹豫。 准备好了吗? 小苏达。 要既便宜又环保的清洁玉帘,小苏达是最受欢迎的产品。 它会杀死细菌,对抗真菌的生长,以及中和气味。 材料。 小苏达。 二分之一杯,100克。 热水。 两杯,500毫升。 使用方法。 在热水中稀释半杯小苏达,并将此混合物加入洗衣机的一般洗衣模式。 如果你的玉帘材质是塑料或类似的材料,请等到水冷却后再喷到玉帘上,然后用刷子刷洗。 每两个星期重复一次,让你的玉帘保持一尘不染,没斑白白。 白醋。 白醋是一种酸性化合物,被认为是典型的清洁产品之一,可防止形成因细菌生长和真菌所引起的氧化和黑色污渍。 其活性化合物能够深层清洁布料,去除肥皂残留并延长雨帘的使用寿命。 材料。 白醋。 1 2杯,125毫升。 使用方法。 将白醋倒入洗衣机并开启一般洗衣模式。 要防止煤斑再次出现的话,可将醋倒入喷雾瓶中,每天在玉帘上喷洒。 苹果醋和漂白剂。 虽然苹果醋不如白醋有效,但还是值得善加利用它的特性。 将苹果醋与漂白剂结合在一起,可营造持久的清洁感,同时举出各种污渍。 苹果醋。 苹果醋。 1 2杯,125毫升。 漂白剂。 1 4杯,62毫升。 使用方法。 混合苹果醋和漂白剂,然后加到洗衣机里。 开启一般冷水洗衣模式,然后让玉帘在阳光下晒前。至少每个月重复一次。 牛奶和盐。 牛奶和盐的组合可用于玉帘或是浴室的垫的美白。 材料。 冷牛奶。 2杯,500毫升。 水。 2杯,500毫升。 粗盐。 一汤匙,15克。 使用方法。 将牛奶,水以及盐放入碗中混合。 将其倒在你的窗帘上,用刷子刷洗。 再用温水冲净。 每两周重复一次。 柠檬汁。 新鲜的柠檬汁非常适合拿来为白色,晾彩或有图案的玉帘做清洁及增艳。 这不是腐蚀性产品,而且对于提高自然色彩及去除顽固污垢或霉斑非常有用。 材料。 柠檬。 五颗。 热水。 一公升。 使用方法。 将五颗柠檬榨汁,将其与热水混合,然后把玉帘浸泡20分钟。 接下来,用你平常的洗剂清洗,手洗或机洗解渴。 如果霉斑很大,请直接拿柠檬涂抹。 静置30分钟,然后用刷子刷洗,再冲前净即可。 白醋和松木精油。 除了除霉以外,如果你希望你的玉帘温起来还清新一人,快来试试这个有趣的小撇步。 。 材料。 白醋。 1-2杯,125毫升。 水。 1-2杯,125毫升。 小苏打。 2汤匙,20克。 松木精油。 1茶匙,5克。 使用方法。 将所有材料放入前进的容器中,用锡胶或母质的器具将它们充分混合,然后倒入洗衣机中。 如果你偏好手洗,这款配方也可用刷子或海绵直接在玉帘上刷洗。 照顾好你的预帘并不困难,尤其是如果你定期清洁,防止形成大的斑点和霉斑。 选择你觉得看起来最出色的方式,并依照建议进行,即可获得优异的成效。